智慧成就如药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您现在收看是2018SEL春季赛第二轮的比赛 我是解说十六 我是解说迪迪 本赛是由卡只有主办 感谢百度贴吧安德斯特电竞仪 法国都同辉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晚上即将迎来是两场比赛 是第二轮的RW项目比赛 对的对的 对阵的双方分别是 斯大雄图斯以及GC 另外一场 另外一场八点的是 游领以及VCUP 对 首先呢我们就先看一下 两支俱乐部的之前的一个战况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 统帅项目和C4项目 那两个项目共产生了八个积分 对的 那滴滴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斯大雄图斯 是以4比4占平了GC 然后游领是以5比3 暂时领先VCUP 然后老司机以6比2的比分 暂时领先GK 然后就是Casper 以3比5的积分 暂时落后于无双 对 那现在相当于S哥和那个GC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那今天晚上的四局过后 可平 可胜 也可负 对吧 每一方都是这样 然后对于游领和VCUP来讲 那如果说VCUP 想要拿到本轮的三个积分 必须要力争四场全胜 对的 否则的话 三场的话是平 那么两场的话 就或者一场都是输 这么来说的话 那VCUP今天晚上的压力就会很大 因为他得全胜才能赢下这一周的比赛 对 不过今天晚上还蛮有看点 因为VCUP去年整个的2v2的那个实力还很不错 对 这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一个预估情况 那么今天马上即将带来的是S哥和ZC这一场 对吧 S哥是实际上全名叫斯大尤文图斯 对 就是一个队伍 对一个球队 然后他们是一个很老的一个俱乐部 以前是北京 应该是11年12年就有接触过了 然后也是随着我们俱乐部体制的不断改革 然后跟随着我们一个大部队一直向前走的一个态势 里面有很多那个中流砥柱的那种力量 对 对于GC呢 都是老玩家了 对对对 是的 然后GC而言呢 GC是从去年新兴的一支俱乐部队伍 然后实力和成绩也都还不错 不过在去年的整体的大趋势之下呢 感觉平平 然后最后还是通过宝极赛留下来的 但是实力怎么想的 应该还是蛮厉害的蠻强劲的 对 因为我们就是俱乐部里面老的强队还是挺多的 对对 然后新上来的俱乐部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多学习借鉴经验 然后慢慢的上来 是的 而且GC加上去年一年的经验 整个相对来讲板块也比较熟络 那么SGO呢 实际上是从去年一级升上来的 对RVR这块可能理解还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所以说这场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双方的比赛 然后选手介绍板块这一块呢 之前我们有看一下 看有没有我们的熟人 SGO的三名选手 SGO的三名选手 不是很熟 跟我们之前认识的 跟我之前认识的他们俱乐部那些人 可能不是 是换了一批选手吗 有可能是新人 有可能是新人 或者说有可能我对上ID对上名 可能是你认识的 他们去打统帅以及4v4项目了 没有打2v2 然后GC这边还是有几个认识的 那个冲冲这边是属于他们俱乐部的中流底竹吧 一个算是萌妹子 我看到也是参加了两个项目 她很喜欢汉服 对很喜欢汉服 那个妹子特别喜欢汉服 经常会出没于各种漫展 今天好像据说还去了那个熊猫展 因为我今天是在那个成都有一个熊猫展 属于是有一定的合作 是这样子的 那么说完选手 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我们整个的赛制 我们的大体上赛制是这样的 我们统帅三军 4v4和2v2项目不做任何的区分 而是采用了一个混战赛的赛制 每一个项目最多有4分 统帅三军和2v2的都是4局 每局1分 4v4是每局2分 那最终一轮比赛全部结束之后 我们将计算他们的积分加合 然后赢的一方将会积三分大分 平的话积一分 然后输的话是积零分 然后最终我们比较是 整个七轮下来之后的大分 如果大分相同的话 我们再比较小分 对的 所以不管是大分还是小分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今年讲求的更多是 俱乐部对内一个团队协作能力 和平均水准 对的 对他们的整体实力要求的会更多 对的 不允许出现短板效应 对就像我们去年的俱乐部联赛的话 它是统帅44以及22都是分开打的 对对对 不像现在这样 就是看整体的实力 之前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单个项目的力量 几方面考虑 一方面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对于俱乐部来讲 有更好的一个稳定的发挥 然后这样的话 能够在多板块去吸纳更多的人才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板块实际上是来讲说 怎么样就是说 这去年哪 三个项目产生三个冠军 大家都混乱 这样的话我们给控制一下 变成一个项目 就一个冠军 而且我们把赛制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调配 变成了每周一轮 只不过我们作为区分的话 就变成online项目和手刷项目 和手刷项目 对的 是这样子 然后online项目的话是同帅以及4v4 是我们的周二到周五 每天晚上的7点半 7点半 然后2v2项目是在我们的周末 周六周日 对 然后6点一场 8点一场 对 给大家 然后所以明天我们也是6点钟开始一场 8点一场 明天的那场应该是 老司机和JK 就剩下的四个队伍 他四伯和无双 剩下四个队伍 整个这一轮的对阵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这一轮对阵讲实在蛮有意思 其实每个队伍他们都会各碰一次了 因为我们有七轮的比赛 所以一共是八十俱乐部 他们在每一周都将与另外一个队伍碰一次 会有重复打 是的 有些队伍里面会有一些 比如说恩怨也好 或者说是那什么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有看点 像游领和VCUP碰撞 那就是强强碰撞 对 所以说这种强强碰撞局面 就相对来讲 看点就会多一些 我们稍微等一下 后台需要连一下 可能那个选手的视频之类的 要稍微有一点时间做准备 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比如说二维二降池 二维二降池就是出了新的武将咯 对 我还没怎么接触 尤其这次修改降池 最大的特点就是薛崇 薛宗 我老年薛崇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知识短板可能需要补一补 薛宗 薛宗的降进来 然后到现在好像也应该是快上线了 他 据说是快上线了 但是正式服还没有上线 但是快上线 对正式服没有上线 但是在我们比赛降池里面是有的 上周有人用吗 上周把它放出来 但是没有人使用它 那可能是 大家还是有所记的 可能大家还没有 没有试过 没有试过 但是我还是蛮想看它 就是出来打一打 期待一下吧 应该会有 我觉得不管是在技能 还是它的那个整个原画的画风上 我就觉得很好 你很喜欢那张画什么 那张画好看 一会儿 一会儿金匠的画面应该 我觉得这两天应该至少会出现一次吧 那个金匠画面有些武将就是个大脑袋 对就是那个大脑袋 就是挺好看的 就是你能在人情中一眼就认出它来 孙如 我印象中最强的就是那个孙如 孙如那个脑袋特别明显 每次那个画里面就是孙如 而且孙如那个脑袋要比别人脑袋大一些 感觉看着 因为他那个头发吧 对对对 对 就是 怎么讲 其实还蛮有意思 还蛮有意思 然后每个队伍 其实是我们私底下都给发了一批账号 所以他们在私底下 他那个活动场里面是有比赛场 训练场和那什么场 他们可以日常在那个训练场里多练一下 对可以先练一下 就是像这些新武将不熟的话都可以练的 所以说我们还期待一下 像薛宗应该会有上场的可能 对 比如说还新加了那个猪哥果 他上周也登场了 那上周那个猪哥果真的是爆炸 对 好凶好凶 拿了那么一堆牌 对应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猪哥果 不知道还以为是给吕萌化身 对 我们的比赛整个模式跟实际上我们天梯排位还不太一样 当然不一样 就这样 因为有班屁个存在 有些武将就感觉就是永远出不来 他有近将的存在 而且 再加上那种 还有武将的区别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白了 你的将是我能看见 你有什么我能上什么 我能针对 对对对 所以说属于这种博弈的层面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这个博弈层面有点像那个统帅 是吗 或者是说像以前老板的4v4项目 就也有 对对对 其实EV1最早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吧 有三个 就是六个按的 就每个人有三个按将 然后六个名将大家一起选 是这样的 现在不是吗 然后后来的CV1EV1是把12个亮将亮明了 就是你自己互动选 也是这种过程 就是不断的在改进 不断的在调整 实际上都是说 如果能让它更有平衡性的话 那就加入更多博弈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 因为它的经济型会更强嘛 对 2v2我相对来讲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这种塞制的调整 再加上我们今年的一个调整 就是说把那个六张牌选四张 这个也融入进来了 对对对 因为在现在是在四号位 就2v2模式里面 四号位它是可以选择调整两张手牌的 是的 但是先摸六张 然后七二 对对对 其实手牌 去年反映出来 还是一四号位的胜利就差一行 对对对 其实手牌数量没有改变 数量是没有改变 但是你可以调整一下质量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运用在排位模式里面 不是很合适 因为有时候会出现一号位大师嘛 对吧 一号位离婚禅 无解 对啊 那你四号位手牌那么好 那你让人家怎么玩呢 那个 那个国家和那个官章是吧 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都一样的 都同样的道理 对对对 我这个里面好像没有打酱池 应该把打一份酱池出来 我们看一下就好了 酱池之前红甲老师那有 他应该忘拿出来了 因为我们可以打一份酱池看看 其实这个酱池里面 还是蛮多欢乐性存在的 就是 抛开技术性层面而言 其实也蛮多欢乐性 在网站的那个群里有的 他有上传 对 我对有上传 新的酱池 对 上传一份我打出来 明天我们打出来 可以稍微演一演 就把每一个酱都剖析一下 对 因为那个 其实最早的时候 去年红甲要解除ROR的时候 跟我演说 咱们得给一个酱排个位啊 哪些S级的 哪些A级B级的 他去年有排过啊 后来琢磨琢磨琢磨琢 没必要排 你排出S级 你基本看不到他们上场 他排出来之后 排完之后 S级A级好多武将上的 都被禁掉了 都被禁掉了 因为他们是直接禁掉四个嘛 对对对对 就基本上强将 肯定给你 就弄没了 我们调的时候也会这种调话 比如说 有些武将就注定不会上场的 或者有些武将天天老是被禁的这种 那基本就再见 就是拿下 然后优先选择那种适中的 不过你每次调一版 都会有更优的存在嘛 但是总之 现在的RVR看起来 丰富性还是蛮多的 对 丰富性还是蛮多的 我觉得起码那个看点啊 包括那种 节奏啊 都都还蛮不错的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 就是 有的时候打排位打多了 在想排位换成这样该多好 嗯 今天选手是不是迟到了呀 我在想 怎么了 我记得洪江老师之前说过 就是迟到 就是迟到多少分钟会判复这件事情 没有 我们今天更可能 我们今天这扣奖金 今天好像有一套规则是 比如说警告 我听他跟那个导播有聊过这个 有可能 耐心等待一下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后台 比如说视频谁连出了问题 或者怎么样的 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但是有关系我也得说没有关系 好好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看点别的吧 对吧 嗯 那看什么呢 整个这一轮的话 我们先看 我忘了 我这没有标注那个什么 他们之前的每个项目的得分 哦 他就是之前的项目是 上面是那个统帅 下面是思思 对对对 然后之前是这样的 对 呃我们猜一猜 要不我们今天猜一猜 要不我们先打个赌 猜猜比如说Sgirls 今天谁能赢 啊好了 好像也差不多准备好了 对啊 我们先看第一句比赛 也不用为难我了 不是为难问题 我真的想猜一猜 嗯 其实我今天挺好奇 Sgirls CC 今天谁会赢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给了两名 女选手的摄像头啊 这个也很贴心啊 他把那个分数改成了 龙虎的那个标识 对对对 我老记不住那个龙虎 我老记不住 你看学宗 学宗 一眼就不一样 对不对 是 长得挺好看的 画的挺好看 是吧 很好看对吧 那画风有点像那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 那种日韩戏的画风 还怎么样 眼影还挺深的 有些画师那画风典型 就不一样的 你能看出很多那个不同 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看 哦 宇宙兄弟 宇宙兄弟 天下无敌 二三号位选了一个 宇宙兄弟 不过他也确实没有 太好的一个输出啊 宇宙兄弟还蛮强的 不过我打排位的时候 看到宇宙兄弟就很气 有点意思 如果这样选的话 还真的有点意思 我真的是 上周才知道宇宙兄弟 是什么意思 我有玩过 我有玩过就是 在就是普通的排位赛里面 就标画坨加一个草虫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就画坨砍草虫一刀 然后你卖 你卖这就好了 然后再拿你一口回来 好吧 我看一下 对方选的是一个 虞帆加灵筒的组合 而且虞帆这里 可以很好的帮灵筒 不管是补装备也好 补牌也好 都是非常不错的 灵筒和虞帆 还是有一点小配合 但是对面这两个武将 你也不是很好下手 毕竟宇宙兄弟嘛 我们先扣一扣 比如说八一八牌 这里一张南蛮入侵 感觉他这里有点想 击杀掉于番 没那么 不过他这牌不错 对啊 一个南蛮 一个决斗 九杀还有距离 看国家能卖出什么东西来 那这里的牌 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可以先打到九杀 他决斗 如果还手的话 我卖一个 比如说可以卖一下 卖一下 如果卖拆什么的话 又是一张南蛮 哇不错 这个牌真的不错 有点厉害了 我们继续再开一张南蛮 然后国家可以再卖一次 我感觉这个于番有可能要凉 如果这个于番凉的话 他这个宇宙兄弟是无敌了 就没什么 没有怎么在科大 宇宙兄弟天下无敌 那就是我觉得曹冲 如果这样打的话 那最开始就应该 先把那个决斗打出来 然后之后再放南蛮 他一开始放南蛮的目的是 是想要我们国家卖张牌 看能卖出什么好东西来 应该比如说卖拆啊 卖顺这种东西 看一下这里是考虑打九杀了 九杀挂青龙越岳刀也是一个威慑力 但这个威慑力没有什么太大用 该闪一定要闪 但是不是我是觉得 就是他这个九杀还是应该先打 先打 就是我一直觉得 那个九杀应该是先打 然后再决斗 因为他是想卖嘛 对吧 万一这张九杀打中了呢 那他可以就是 即便是求逃 刚才是凉雪啊 你求逃求一个 那让你求一个好了 然后再开南蛮 然后他再求逃 这样的 因为如果是一雪 打掉九杀击叉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 只有一个桃子 并没有两个嘛 就是那个意思了 我明白 我大概明白 就是说白了 就是可能伤害会溢出是吧 对对对 伤害溢出的问题 四个字完美概括 对对对 哎呀我就想多聊点天了 没事没事 大部分已经说 刚才我们在尬聊了 那是五分钟之前的事情 对五分钟之前 这边那个灵桶 一个单灵桶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 而且郭佳这手里面 还有柯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一刀的话 还不如说直接丢两张 弃一下草冲的装备 是的 因为你想 想打死郭佳的话 那还是蛮难的 好那郭佳应该是留一九 留一九啊 装备越来越多 那这里应该是七闪电过了 这里面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红甲为什么不在的问题啊 不过你们听到我这句话 可能是五分钟以后了 因为对于我们2v2模式来讲 因为手牌是开始状态 所以我们要十五分钟延迟 对 红甲是在上周 上周几来着 上周一 上周一的凌晨 突然产房传喜讯 不是生官啊 是真生了 是真生了 红甲那个 从一个吊儿郎当的大吊丝 正式升职为 奶爸 奶爸 超级奶爸 是的 对的 没想到吧 真没想到 这就是送的一张聊的配音 感觉他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 然后就得带 红甲就有点长不大的那种 红甲有点那种长不大 红甲本身是天青特别爱玩的 哇 他气掉了他的那个扇子 把刀气了 但是如果你想普通雷沙打国家的话 哎 还有拆 还有拆 那这样的话国家去了 对 国家 那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灵桶打曹冲谁能赢 这是一旁框局啊 哎呀 那个酒没有气掉 这首牌卖的还不错 我的天哪 那我刚才我收回我刚才那个问题 可能不需要考虑那个问题 对 这个曹冲还挺有信仰的 而且灵桶他如果一定要这样杀的话 也不应该先插曹冲啊 对吧 嗯 然后这里是给了 嗯 我是国家有摸了一个桃子 那这样的话国家的血线就能撑起来了 一张决斗 那我觉得这里是不会还手的 灵桶的手牌是比较重要的 嗯 可以考虑是 这里 这里先铁锁 这张这张火纱先留着 不着急 先铁锁等他挂藤甲是吧 嗯 等他挂藤甲我觉得是可以的 陶游可以开了陶游可以开陶游可以开 但是这里有皮狼村段可以 嗯 可以冰住灵桶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里是无所谓的 陶游可以开了 陶游可以开了 打一个无蟹吧 打一个无蟹 你也要把陶游村段贴在灵桶的脑门上就可以了 稳稳的 嗯 宇宙兄弟还是厉害的呀 但是 还好 我怎么讲就是 嗯 我我喜 我打完二就不喜欢这种太那种 我喜欢输出奔放一点那种 嗯 所以对于宇宙兄弟这个 哎 他这个铁锁连环是没有连吗 没有连 哦 我觉得刚才是可以连的呀 嗯 这个 这个毕竟人家是叫八卦阵 而且是黑桃的八卦阵 对吧 不是说黑桃八卦阵厉害吗 是不是之前就像 对啊 黑桃八卦阵大于草花八卦阵啊 有这个说法吗 有啊 没有 你知道在我怎么看吗 嗯 那个 嗯 人王盾 大于藤甲 大于八卦阵 黑桃八卦阵 等于草花八卦阵 嗯 黑桃八卦阵跟草花八卦阵 对我来说八卦阵是可以撕的状态 不不不 非洲人 没办法 非洲人 非洲人玩不来八卦阵 那确实 其实我相对来讲更喜欢藤甲一点 嗯 虽然经常会招火攻 嗯 火杀 但其实还好 关键时刻藤甲真能防得住很多东西 对 像南蛮万千就防住了嘛 特别是单飘的时候 打国战的时候 你想你中央一腾家 你大嘴随便来 不是 对吧 两个火猪狗活死你 对 除了这点 我愿意招嘲讽以外 就是所有的火攻都在一把你声声声 那起码 先把大嘴随便来说 这边选择擦掉了八卦阵 为了输出 也把沙给弄掉了 这李嘉一马藏在手里 不想被林同给扒掉 你猜我八卦 我这装一腾甲 对 这活 真奇 有点意思 真的啊 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我觉得挺好打的 就一个铁锁上去 然后卖 卖一下国家 没错 我觉得可能早结束了 而且国家那个时候是 我真的是有桃有酒的 铁锁和藤甲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活用 尤其是在烈士局的时候一定要活用 这一点无论对于哪个模式都是通用的 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远之位 比如说我聊一下身份语 当你作为一个远之位的周泰 和庞统这样的人物角色 顿的时候 你的藤甲和你的铁锁 是很有用的一样的东西 你不要千万说 就看这个东西 觉得这是个废牌就用掉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边 那灵魂被压到一血线 看这边能不能找 好 有一锅拆 无中 先开无中吧 先开一个无中锅尾牌 把桃吃了 回一下血线 顺手牌拆藤甲 没错 手势的一张纱 是张纱 那把这张藤甲拆掉之后 处理掉就好了 除非你把我两张纱都拆出来 对吧 那还有冲儿呢 哎 并没有解决掉 那 第一局的话 应该是 斯大雄图斯战时会领先一分 因为龙队是黄色的 老载队 那么恭喜斯大雄图斯先下一城 一比零领先 这局也算是让他对面看到了宇宙兄弟厉害 让你不搬我宇宙兄弟 让你把宇宙兄弟放出来 不知道宇宙兄弟天下无敌吗 主要是 其实啊 讲道理是因为那个 起手的那个曹冲的牌太炸了 我们算一下 曹冲那局是拿两个A 一个决斗 然后有一距离 还有九下 有九下 基本没废牌 除了一张闪对吧 而且两张A的话 你还让国家成功卖出来两张牌 卖了两轮 所以说 于帆作为一号位 手牌没有过太大的调整 基本很难扛得住 再加上国家那一刀 所以说优先解决掉了于帆 对于宇宙兄弟来讲是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到头到后期 我不动你宇宙兄弟 对吧 然后我靠着于帆 和灵统的配合 实际上我能在后期 打出很大一波优势 对的 所以前期如果能解决掉 于帆这个核心 是就是很有用的 因为于帆在2VR里面 也蛮强的 他既有回复 也有补拍 是的 这是让我想起的那天 非要跟他们争论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了 就是那天 红甲小河奶妈 我们三个人 在吃宵夜的时候 他们非要跟我争讨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是23号位究竟是 于帆鲁肃更好 还是群庸鲁肃更好 嗯 好 我们先看第二局比赛吧 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还是得看牌 是吗 但是我是觉得 于帆鲁肃更好 所以你们讨论的结果是怎么样 没有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吗 就是我最后 有没有站我这边的 他就需要保住大师 大师凉了就没得打了 那这边是交换了一下龙虎 那现在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看到这画面 虎是我们看到是 尤文图斯的悬架画面 你看四周那个大脑袋加大眼睛 很明显 你比真鸡 孙权 王鸡 每个人脑袋都大 还有曹仲那个脑袋也大 万一挺有意思 薛宗这个脑袋也大 这边是选了一个 朱古锦家邓爱 朱古锦家邓爱 这朱古锦其实 很难用也很少用 你想我一红圆就 一共就两张牌 你摸一张我摸一张 这朱古锦2v2还蛮费的 所以他这里面是因为有一个邓爱 所以说我还能有一配合 其实还有一个配合 就是蔡文基 除非你蔡文基的时候 蔡文基并不在你家 对 可惜这一句蔡文基不在你家 蔡文基难道不应该进一个班位吗 我没注意看 蔡文基刚才没注意看 可能有更好的选将吧 对 有可能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武将 是不能放出来的 在我看来蔡文基是要进一个班位的 因为骑手只要有一个顺 有个拆 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 这会让你非常难受 这个朱古锦呢 骑手手牌也不错 挂了一个八卦 对 这边乐剧是在朱古锦的回合结束发动的效果 所以不会触发明哲效果 不会触发 那这里我觉得双南蛮可以开 他会担心一个事情 就双南蛮会会的给邓爱打出双针铁来 嗯 很有可能呀 不过邓爱这种武将 第一回合就晚上轮就行了 有多少输出轮多少输出 真的不要怕 千万不要怕 然后这里不建议去杀朱古锦 对 因为会让他过一张牌 对 你杀朱古锦就过牌 这边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打法 嗯 哎呀 这个越境的基本牌还很多 杀一刀长长前那儿吧 我觉得 嗯 他不想这样去做 其实可以考虑 嗯 然后现在这个龙队的视角 我一般 我一般看着邓爱第一轮 就是有多少叔叔 把人脸上拽 尤其四号位邓爱啊 二三号位所有叔叔 去把邓爱脸上打 对 就疯狂去捶他 疯狂捶他 就是你给他一个田两田不重要 就只要不到三个田怎么都行 给打了一血两血 他就毫无还手能力 到第二轮第三轮再打一轮 基本就是个废物一样 对 就是 比如说我一号位抓了一个 那个离婚禅 然后对面三号位是个邓爱 那我也去拿他的牌 轮打 对 轮打 有距离 我就给你杀 我不给你闪了 你去玩吧 哈哈哈哈 就邓爱 尤其邓爱前几轮 在觉醒之前 非常吃防御牌的 但防御牌非常有限 对 那这边朱国锦基本上 如果手牌足够优质的话 可以考虑红圆给邓爱 稍微补一手啊 但是这边朱国锦没有选择补 你看手牌一出了 嗯 而且这里 是 如果就如果有杀的话 是可以选择直接去杀 这个月经非常高兴 每个月哥我就扔一张牌 对 换了一桃出来 还挺开心的 挺开心 而且我们看见 就是虎队是 输出比较匮乏的 武将 是的 然后这种时候 月经就会活得非常的开心 是的 因为没人打我 他的输出必须要等到 邓爱决心以后 嗯 我顺手没有办法用 没错 滴滴的T恤指出关张 哦 有人发现我的T恤了吗 有人在问你那个T恤 对 这个是桃园结义T恤 桃园结义对 对 三国沙就是官方出的啊 哎 你在那个以前五常那边有见过那什么 有见过一个那个桃园三级 那个小小的 那个我也有 那个我也有 那个公仔 对 好像多少公分 那个积木的 对 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 能不能买到了现在那个东西 他们说我男伴女装 好难受啊 哈哈哈哈 拉黑的拉黑的 就是弹幕是可以看到的 只是说 我们现在说的话 基本上你们五分钟之后 才能听到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以跟你们互动 但是互动的时间会有所延后啊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比赛是可以看到手牌的 是的 所以我们直播会设定设一定的延迟 回头问开发 能不能够开发一把那个看不到手牌的这种 嗯 去看不到手牌的话 就是嗯 这样更加同步直播的效果会好 这边 还是乐进还是乐进 乐进 乐进啊 嗯 乐进 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丢结 但都是要乐进 刚才乐进看的拿了一个链子 但是他把链子给换了啊 对啊 为什么要那个链子呢 他们已经在锁上了呀 哎 这个连弩 提胸的 哦 还是选择稳妥打 对万剑是不要的 这个闪可以留 他可能想下一波打 这就有点尴尬了 这就有点尴尬 对 让人现在变成一输出将了 应该不止一张杀吧 应该不止一张杀 我觉得 反正灯爱想着 反正你们不知道 第二楼 那那那那就 一张出闪了 还有没有杀 第三楼 其实你看灯爱手里 防御牌根本没有多少 对 你早把灯爱 灯爱早就残血了 对吧 那这里是削灯爱了 你削灯爱 我把他努一气就好了 把他努一气 我腾个甜 美滋滋 腾不了 自己的回合 哦 哦对 他自己的回合 摸到一张无限 还不错 但是如果诸葛锦 有一个距离的话 如果有一个距离 也要给你一刀 你就去了 对对 哎呀 还是那句话 灯爱要早打 越往后打 越难打 或者其实刚才 刚才如果那回合 老老实实 你把连路扔了 对吧 你就靠每回合的效果 你去削灯爱的血 也能忍 对吧 对啊 看一下 这里并没有添过 还给你看看牌 那把八卦证弄了呗 那你这么改的话 我去你八卦证了哦 对啊 但他这是要干嘛呀 我不是很懂 朱格锦的意思 他该不会以为 是只能弃手牌吧 他有可能以为 只能弃手牌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低级错误啊 对 这位选手 这个喷你一波了啊 这低级错误啊 这么低级的错误 因为我都想不到 就是 我觉得可以喷你 喷你 罚你超级能100遍了 真的 可以的 可以的 这种低级错误 是不应该出现在 我们这个赛场上的 我觉得这个很低级的一个错误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得靠俱乐部去处理 就是 比如说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出现什么 就是像这种类型的错误 那就是技能没有读懂 这个选手可以回去面壁思过了 对 你都这样了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 削朱格锦更好吧 我们压朱格锦打吧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这样 我觉得他们 这里越耗 就是 你现在耗不动等爱 对 越没有机会 朱格锦现在活很滋润 但是手上 没有闪 你蔡文静现在给你说 你能怎么样 你能打吗 你也不敢打 八八两刀 就这样 就蔡文静已经无数个回合 摸牌 七牌 过 摸牌 七牌 过 就是他们 在面对 灯爱 朱格锦的时候 就应该在最开始的时候 打出优势 对 这明显是一个 打牌思路的 有很大的问题 你这样的话 你看 你现在没有办法 消果了 你灯爱的刀 解决不掉 那我灯爱是 杀是足够的 我还有朱格锦 过母牌 那你乐静 分分钟是要死的 对 我杀你乐静 你全听谁 你谁都全听不了 下一轮就没了 朱格锦不会又给他看吧 洪甲 洪甲回来主持 还要一段时间 因为最近 正好是 那个 媳妇回家了 然后 刚出院 没多久 所以说要料理一下 家里的事情 所以想念 洪甲的小伙伴们 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他个人直播间 最近也没有怎么直播 这里怎么会去 突然杀朱格锦啊 我觉得还蛮奇怪的 因为 你杀朱格锦 你上一轮干嘛了 你这一轮又想起来 杀朱格锦了 就是 就是战术层面 这个 对 不想我要喷他一波 哪方 虎龙对谁 蔡文基 JC是吗 这个很有问题啊 我觉得两方都回去 面壁撕过去啊 都会面壁撕过去 那个朱格锦 你去面壁撕过去 这边整个两个人 我觉得都要面壁撕过 你明的看到 打了什么 你明的看到就是 朱格锦手上两闪 你乐静在那个时候 挂脸弩是一个错误 要你 你蔡文基这个抉择点 又是一个错误 你这是有问题 有很严重的问题 你现在怎么打 你现在还怎么打 你单蔡文基去跳 人家朱格锦家灯爱吗 我朱格锦你杀我两刀 大不了朱格锦 你自己摸两张牌好了 我补一下防御 对吧 那这里 出的一个好证 却打输了 对 其实阵容是好的 阵容是没问题的 对 打输了 之前你看乐静这边 有多少张基本牌 那多好啊 小五 你看这个 我觉得认头吧 认头吧 这个打的真的是 实际上这鱼 我觉得太窝心了 打的 嗯 就是看的有一点点难受 难受 那朱格锦灯爱 这边就靠摸牌 我觉得就能引下来 是的 而且也是没有 求过桃子的 就像 虎队还是没有 求过桃子的 而 就 比如说 朱格锦灯爱手里 都有桃 那蔡文基 凭再强的 输出也打不过 没错 这就是实际上 我之前一直在 跟俱乐部所说的 有那个时间 去争那些乱七八糟 没有用的事情 不如去多练练技术 这种技术 真的拿出来 用红甲的话讲 是丢人的 对吧 多去练练技术 把技术练得好一点 几方面 我们的技术 讲的不只是说 针对于某一局 而是你整个大局观 刚才明显的 乐静和蔡文基 犯的是一个战术性 战略性的错误 而朱锦犯的是 很弱智 很低级的一个错误 这些错误 都不是应该出现在 我们的赛场当中的 这是很严重的话 而且这一局 你是不能靠闪电来翻盘的 是的 有朱锦在 有朱锦在 你拿什么 怎么可能会用 靠闪电上翻 翻不了盘的 你现在你 你蔡文基就是 只能等着输 只能等着输 除非 除非你出两个屋中 对吧 你这边 你兵过不了 不会让你过的 朱锦手里 我不相信 他会留草花 那他就是 这个人有问题了 我们的每一个小分都很重要 为什么 到你七轮比赛结束之后 每一个小分都决定了你的生死 对的 而且每一个小分都代表着 你对每一局的排局把握理解成都格 我们不会喷那种说 你居上的很好 但是对面七轮就是好那种 对吧 就比如说 其实之前也出现过很多 包括在统帅中 怎么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会一个劲说 统帅的选手很厉害 并不是说因为怎么样 四次选手就不行 二次选手就不行 而是说 二次和四次选手 还远没有统帅那帮选手 能够去精挑戏作这些东西 对 那这里你还是不能强改 但是可以七桃了 可以七桃了 七桃强改了 七桃了 这牌抓的太厉害了 七桃强改就可以了 这个牌抓的很厉害 这个牌抓的可以 因为我开始以为 这个真的是很牛逼 这个我觉得甚至可以进五家了 这五家全不是因为说 这个牌打的有多好 而是说这个牌摸的很厉害 牌摸的很厉害 这个太厉害了 我的天 因为开始它是手 我摸两个闪电牌 这个太厉害了 他说了有个桃 我以为就是一会不能强改了 没想到刚好摸了两张闪电牌 虽然打的不怎么样 但是他这局最后 出了一个很欢乐的摸牌的这局 还是再说一说这局 真的我觉得 无论是从几方面 一个是朱锦 我们明显看到 他是整个对这武将的认知不足 而且朱锦这武将 原本就是三三的专属将 化身到其他模式里面 这么重要的一个武将 而且他算是可以叫做王战 或者说我们整个体系当中的一个明星武将了 最早是为我们定制 你怎么能不去了解这个武将呢 你薛从不会我都能忍 那是一个新将 你朱锦不会 我觉得是不能忍的 这一点 我敲桌在这里说明一下 这一点 然后整个蔡文基 越近 选得很好 对 打得很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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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弩说明你严重预估不足 而且你不能够通过效果去建立你的优势 可见你对于整个排级的走势 你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和预见 这是我们看到的很明显的不足 对 有很明显的失误 也许不足 是的 不过说对说 喷不是为了喷 而是最终能够希望他们认识到这点 大家后面比赛中多去训练 对 我相信观众也希望看到 就是更加精彩 更加就是 打得有来有回的那种样子的比赛 没错 没错 不是像这样 就是大家一看 就蛮是失误的比赛 我希望每个甲银俱乐部 能够有危机感 可以跟大家通报一件事情 是那个 古约 就是我们首刹的一个 排行榜的第一位 要做一个首刹俱乐部吗 已经组建了一个俱乐部 叫纵横 加入我们的俱乐部体系了 在未来 这将会是在2v2项目 对其他俱乐部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就 是的 专打2-2 对吧 对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就是古约 本身我经常在天梯里排位 遇到他 虽然他不认识我们 经常还 你按我们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我再提一个俱乐部 Casper Casper去年为什么能拿 那个2v2冠军 他们私底下练了多少局 对 没有人知道 对吧 那都是练出来的 我看到他们就是在直播里面 都开始玩2v2 好事多磨 好事多磨 专攻这一点 包括今年独练和那个 换心 都不去打4v4了 专攻2 主攻2v2 不是因为2v2好玩 而是认为人家觉得 4v4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磨力2v2 拿更多时间去投入 一个人不可能 跨两个项目 4v4的冠军拿过了 想去拼搏一下 2v2的冠军 阿弥尔冠军不过 他也拿过了 是吗 对对 独练拿过了 去年不过还是为 那个总决赛的时候 为谷约他们 那个 谷约和旧很气 两个人 挺晚期的 挺晚期的 对对 我希望看到很多 越来越多的 移动端的玩家 能够站出来 挑战这些所谓的 俱乐部的权威 我希望 这些人也能被 纳入到俱乐部里 我也希望 对 这里面我也希望 甲级俱乐部们 你们可以去 首杀玩家中 去网罗一批人才 我可以这么告诉 各位俱乐部成员 首杀中的玩家 高玩有很多很多 这需要我们去挖掘 对的 他们不是说 无缘无故 看你比赛 喷你菜 而是他们真的 有这个实力 现在的话 俱乐部基本上都是 online的玩家 在组建 还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真正的 首杀俱乐部 去进到其中 没错 没错 首杀俱乐部进来之后 当然他也会 网络一批 online玩家 但是我希望 各个假俱乐部 能够重视 我们首杀玩家 他们真的很强 是 很厉害 我觉得之后会有 更多的首杀玩家 传说那么多 那么多新人 那不是吹出来的 那是天天练出来的 真的有技术 有实力 好吧 对 看了很悲伤这局 就不知道为什么 很悲伤 但是标注一下 2比0 哎呀掉了 没事 我们的骰子多着呢 2比0 2比0 我们的SGO 三十里线 对三十里线 我们这边也希望 GC能够尽快 调整一下状态 调整一下状态 他们也调整了 挺久了 我们的三国杀 真的不仅仅是个运气游戏 如果说有运气层面 那我们只能说 他占一层两层 三层最多 就占一点运气 占一点运气 也要靠你不断的练习 反复去练习 就像刚才那个 诸葛景最后摸到手牌 你诸葛景又有几次 能摸到那样的手牌呢 而且那个时候 你摸到那种手牌 你已经无关乎大局了 对对对 你怎么都能赢了 那个时候就是 反正已经赢了 只是摸到那样的手牌更好 千说万说 都是为了我们的赛事体验好 然后能够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呈现给大家 我们的SDR 既然对标了 是一个最强的赛事 那我们也希望 能够领解出最优秀的选手 这是我们的一个 对你想看到更加精彩的比赛 对没错 那我们就稍微缓一下 等一下双方平复一下心态 双方平复一下心态 刚才那两局打完的话 就是我觉得JC的状态 应该还蛮差的 所以得调整一下 然后接下来 他们还有两局比赛 就要进行 那这样的话 JC就只能保平 对的对的 他们在之前的 统帅以及4v4项目里面 是打成了4比4平手 4比4平手 对我们现在只能期待 他们保平 真正是已经不可能了 真正已经不可能了 没错 我们聊回来 我们聊回来 我们那个2v2降生本身 其实这局里面 我们看到 乐镜其实也很少出现 这个无相 也就是说 在我们2v2这种 搬险降模式下会出现 这局也明显看到说 我们从我们眼光 能看到乐镜 其实是一个 有很好的一个 长久的发挥的 我还是觉得他念月镜 月镜 原谅我 我真的分不清楚 那个 我唯一能区别 我觉得 刘刘刘 这个刘刘 我是能确认 对 月镜是吧 嗯 月镜 你想着大月镜 大月镜 知道 知道那个意思 知道那个吧 明白明白 你就知道他那意思 敏感话题 不要聊 好好好 但月镜 刚才那段掐了 掐了别播 刚才那段掐了别播 掐了掐了掐了 月镜 月镜 不好意思 一句尴尬 一句尴尬 月镜 没事 因为他是多音字嘛 就很正常 他也是五子良将之一是吧 张聊虚广 我不敢聊这些 我怕聊错 这时候有弱智的我在 所以说你大胆放心聊这些 大胆放心 就是直播间的 就是历史学家是很多的 是吗 所以一般我不聊这个事情 直播间弹幕 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五子良将都哪几个 如果他们骗我 我也不知道 张聊虚广 我是知道的 月镜好像是有 张和 张和好像有吧 好像有吧 五子良将 五上将我们知道了 五上将就不用了 五子良将 曹操手下五子良将 还有什么五大谋臣 五大谋臣 还有什么东吴十二大将 十二将 到时候 东吴十二贤 还是东吴十二贤 不是你这样聊下去的话 到时候我们这个小桌子上呀 就各种 未来我们还得贴些历史的字 在上面 就每些武将的历史远远 贴各种标记 不然的话 就是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以前是为了给红甲准备的 里面还有一些人物的技能 这些都是红甲看的 不是我看的 未来可能我们还要加一些历史典故 比如说高顺的禁酒 为什么会禁酒 是吧 昨天看了一视频 小吴云去的一战到底 聊到也很关键一点 说我们三户沙其实很赞 是因为它每一个技能都跟人物属性 以及历史典故是有关系的 对的对的对的 嗯 举自己的例子 天度 为什么天度 因为死得早 一记呢 一记定了冬吗 对吧 所以说 都